火箭缓缓升空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中国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2月29号发射搭载卫星的火箭 路径再度经过台湾 穿越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国防部赶紧发新网稿 强调全部都在掌握之中 火箭飞行路径 经我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对台湾地区无危害 它发射火箭它对我公告了 我们看公告以后我们会做研判 它的发射地点还有残骸落点 我们一起这个来做一个研判 在这个范围以内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警告 但是偏离了 或对我们的确我们研判 可能会危害 就发警报 这已经变成我们固定的一个做法 中国镇重申全程掌握 但两岸因为三无传博越界关系紧张 中国又悬在此刻刻意让火箭飞越台湾 想清楚要看清楚 台湾的名利是反对的 中国三番两次刻意制造恐慌 国防部与相关单位只能时刻紧盯 朝野令为其身痛批要北京适可而至 明天相对加洋伯爵台报道